我們這個手術在1950年代開始 進入我們現代的心臟手術 主要是因為有體外循環機 代替心臟跟肺臟的功能 另外呢 我們有讓心臟停下來的方法 早期讓心臟停下來方法 就很簡單 就是降溫 用冰塊把心臟的溫度降下來 耳後慢慢的有心肌麻痹液的產生 心肌麻痹液的意思就是 當我們讓心臟停下來的過程中間 我們灌注一些製劑、腰物等等的 進到我們的貫動動脈裡面去 那保護他的心肌細胞 這樣的話可以讓心臟停掉的時間會更久一些 那心肌麻痹液的眼鏡呢 大概是最近這幾十年來的 持續在改進 持續在讓我們的心臟手術變得更安全的部分 早期的話我們的心肌麻痹液 可能單純的是冰水 而後呢有一些高甲離子的產生 那現在近代的一些心肌麻痹 除了高甲離子以外 那甚至還有一些生化物質 或是代謝物質 例如說銅酸等等 這些進去保護我們的心臟 那例如說像最近使用在氣管保存 或是心臟保存衣的所謂的HTK 這類的它就是走出了高甲離子的 這一種心肌麻痹 那獨創了一種新的這種心臟保護的方法 它可以讓心臟停止的時間 比較長一點 而且比較安全一點 那其次的話 我們在減少心臟停止的時間上面 我們也是需要經過更多的努力 當然有新的心肌麻痹 可以讓我們心臟停止時間更安全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盡量縮短 這個心臟停止的手術時間 所以呢一些輔助上的器材呢 我們就會需要去有一些突破 例如說像以絆膜置換來講 傳統的絆膜 我們放上去以後 一針一針一針的去把它縫合起來 那縫合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一個一個去把它綁線綁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整個絆膜置換的時間呢 很可能會需要花到一個小時 但是呢現在有一些新的絆膜 它其實是用支架的方式 或者說它是用一個類似裙板 去卡住我們絆膜環的位置 那這個叫做 免縫線快速脂肪半膜 那像這類的半膜的話 它就免除了這些一針一針去縫的這些動作 那當然呢它的使用上面還是有一些限制的 因為它是一個裙板去卡住我們這個半膜環 所以呢我們這個半膜環的位置必須要夠堅硬 那所以也許在一些主動脈狹窄 蓋化的病人上面就比較適用 但是呢如果是這種主動脈擴大這種逆流的病人 它的半膜環是軟的 那這類的病人也許就不適用 就還是需要一針一針的去把半膜固定上去 那但是呢半膜固定上去 我們的這個手綁線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用一些器材來做輔助 來增加我們這些綁線的速度 舉例來講就有一些自費的衣材 我們叫做打結器 那這個打結器呢 就有點像平常在做木工啊 勞做類似鉚釘一樣的做法 我們把線縫好了以後 那平常我們是用手去綁線 那這時候呢用打結器呢 只要它把鉚釘釘上了這些線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固定住這些半膜 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省掉了這些手綁線的時間 當然我們說外科醫師呢 我們必須要講 一個熟練的外科醫師的手 絕對是勝過一切的 但是呢用這種器材的話呢 就會讓所有的水準變成一致 例如說一個比較年輕的外科醫師 他綁的線 跟一個資深的外科醫師綁的線 用這個自動打結器的話 他就可以讓這些手術水準以下 也可以減少我們心臟停滯的時間 那至於說我們剛剛說 這個心臟在縫合之後 會產生這些流血的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所有的心臟血管這些 縫上去了以後 其實我們是一針一針去縫的 就像我們的裁縫一樣 那所以呢 擺密絕對會有一書 不管我們縫得再密 他畢竟不是天然的物品 所以呢所有的血管到最後在止血的過程中間 他其實是需要靠我們自身的凝血功能來止血 那傳統上面我們是用輸血的方式 例如輸、血漿、血小板來做止血 幫忙這個身體的止血功能 那現今呢有一些人造的這些凝血因子製劑 早期是使用在血液疾病的患者上面 不過現在呢我們醫學界也慢慢證實說 他其實在心臟手術上面 也可以安全的去使用它 所以說有一些凝血因子的製劑 例如說第七因子、第八因子、第九因子等等 那這些字劑呢就可以來代替我們的輸血來使用 那可以增加我們的凝血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這些注射型的這些凝血因子以外 那我們還有一些東西也可以來做輔助 我們可以很直觀的去講 那我們在做模型的時候 這些模型的零件怎麼去把它做黏合的 我們可以用膠水三秒膠去把它塗過去 那其實呢我們現在在手術的過程中間 我們也有這些止血膠水的使用 我們在一針一針縫合完了以後 我們再塗上一層止血膠水 這些止血膠水當然跟我們平常 這個做模型的三秒膠的強度 當然是不能去相比 它其實是用一些天然的纖維蛋白啊 這些去做一些合成 那塗上這些針孔以後 也可以減少很多的輸血去使用 那甚或有一些開刀用的這些止血膠水呢 它其實是用在補片上面 那就很像是我們一塊這個藥膏片 去把它貼住這些出血的位置 那減少針孔的這些滲漏的出血等等 那可以縮短整個手術的時間 減少這些輸血的量 那也能增加病人的癒後 畢竟病人少流血 那它的恢復就會比較快一點 那我相信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 一定我們還會看到更新的這些藥物 來讓我們手術更安全